为他妻子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让他去参与 令人心动的Offer 3 自打实习生们进入到急诊课后 一出好戏才算刚刚拉开序幕 在第八期节目当中反转不断 八位实习生将迎来第三阶段的考核 听到主持人张淳叶说到考核两个字后 偶像周深表现得十分激动 直呼每天都在考试 隔着屏幕都在为实习生们发愁 画面一转直接就来到了真人秀当中 而且还是他们在急诊课的最后一天 每个人的成长速度都非常的快 没想到冯琛这一次一上来就收到了一个 从高处坠落的患者 浑身都是血 当冯琛对其进行包扎时 场外的周深拉满了紧张的氛围 一举一动都像极了屏幕前的观众 毕竟这样的病人刻不容缓 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好在冯琛业务能力很扛打 在缝合的过程中 还跟病人说了一句乖 人家明明是一个老大爷们儿 却把人家当成一个小孩来哄 此话一出成功戳中了周深的笑点 可谓京剧评出 觉得不知道是喊出乖的冯琛奇怪 还是被喊乖的患者奇怪 不能 现在不能 乖 不知道是喊出乖的冯琛奇怪 还是乖的患者奇怪 对 坐下你哼不行吗 不行 你这更不能坐下你 想什么了这 两人之间的报效对话看点十足 缝好之后 缝撑的腰都快要断掉了 还没缓过进来 就又被医生叫走 毕丽劲对其称之为缝不停蹄 快点 好好好 哎呀 还撑了两下就被叫走了 缝不停蹄 万万没想到 第二个病人处于病危的情况下 就连医生都无能为力 因为该病人的脑干肿瘤复发 压根就做不了手术 从桃永口中我们可以得知 脑干是管呼吸的生命中枢 他不可能像肿瘤一样切除掉 换句话说 把他切了的话 整个人就真的完了 可惜的是该病人只有30岁 却得了这么一个抓马折磨人的病 当刘畅告知家属病情时 家属没绷住 当场落泪 看哭了不少屏幕前的观众 而且脑干复发 他都动不了手术 没办法 哎 预防很痛 这种痛苦 常人难以想象 随后 刘畅一直都在电话寻求帮助 找最后一丝的机会 急诊流强 这边F2 F2有一个胶质母细胞瘤 疏后一年 现在来的时候一直 抽搐 呕吐 还有发热 体温38度多 要不要下来看一下 急诊流强 这边F2有一个脑胶质瘤疏后 中枢性呕吐半个月 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还在找 急诊流强 有一个脑胶质瘤疏后 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在看病患的画面 很难不让人落泪 病人家属还向刘畅提问了一个很揪心的问题 问他还能维持多久 只想听到最实际的回答 为了不让家属担心 刘畅并没有把真实的严重性说出来 这个主要是他脑肿瘤 你要看神外医生的一个预判了 镜头切回录音棚 再看周身 已经红了眼眶 特别不忍心看到眼前的一幕 通过急诊科的训练 刘畅有了很大的进步 被卢小点名表扬 在交班会议上 刘畅的情绪更加复杂了 声泪俱下 还把自己爷爷之前在ICU的事情说了出来 真的是拒拒戳心 我不能让他去 在为他妻子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让他去参与 更多关于情感上的回忆 没想到这期的节目 会上演这么多伤感的画面 针对这段真人秀 加油团每个人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急诊室确实是一个 随时都要面临生死离别的地方 对人性的考验很大 刘畅最打动周深的点 是他把爷爷在ICU的事情说了出来 不仅要压住自己的共情力 还要不停地安抚家属 能做到这一点 属实难能可贵 发现刘畅在跟家属谈话的时候 态度极其诚恳 一直都用自己的眼睛看着对方说话 还有点就是我看见他跟那个病人家属说话的时候 是一直用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在说话 我们要保证他的生命体重 包括他的呼吸 当人这样眼睛对着眼睛说话的时候 那种信息传递会更明确 就像周深说的一样 眼睛看着眼睛的时候 信息传递的会更加的准确 在这之前 大多数人都以为医生只是一个职业 但是看完这一期的节目 以及周深的感情发言之后 就会明白 大家之前觉得医生就是一个职业嘛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就可能对他们就是在工作 但其实他们也是在 情感的互换情感的交流 医生其实也是有情感的互换 而且感性跟理性从不是对立面 可以确定医生的心 永远都会为生命而知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看不到医生泪崩的场面 但在这档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它让我们对医生这个行业 有了更多的了解 从而才能产生更多的理解 个人感觉这才是这档节目 令人心动的offer3最大的一个意义 非常的有价值 因为有很多时候的误会 都是来自于不了解 其次 我们还能在周深身上学到很多的正能量 每期节目都能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在这之前 并不喜欢追观察类综艺 总感觉这类综艺有作的成分 但看完令人心动的offer3后 让我对真人秀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刚开始只是冲周深才点开的节目 只想看看他在节目中的爆笑名场面 结果没想到能有这么多意外的收获 所以这档节目无疑是年末爆款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